土耳其央行宣布下调政策利率100基点 可是那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现在超过80% 最近土耳其央行宣布降息100点 政策利率回落到12%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央行大幅下调政策利率 在全世界都大马加息的时候 土耳其却大马降息 这种做法颇为奇葩 考虑到土耳其通货膨胀达到80.1% 央行居然敢降息 我真的无语了 土耳其今年最低的通货膨胀在1月48% 最高的在8月80% 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形势堪忧 而央行的操作 已经无法用经济学的正常思维理解了 不过用政治学的逻辑思考就不难理解 明年土耳其大选 阿尔多安的支持率创下新地 这些年阿尔多安有一套奇特的经济学理论 他认为经济不好物价高企的时候 央行应该减息 这样企业才会投资 有更多的供应物价自然下来 他说我们被西方经济学骗了很多年了 执意要走自己的路 在阿尔多安担任总统的最初七年 土耳其通货膨胀平均每年是12.4% 今年就超过60% 央行货币政策超发极其严重 对内催生出通胀 对外导致里拉大幅度贬值 所有的工薪阶层和银行储蓄 都遭到了通胀的洗劫 民不聊生 阿尔多安当总理的时候 不是那样的 他在2003到2014年担任土耳其总理 曾经整治过土耳其的恶性通胀 得到RMF和市场的一致认可 甚至还因此成为了 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人物 他担任总统后 注意力就转向了 试图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军人物 全力扩展土耳其在中东和中亚的影响力 但是通货膨胀却死回复燃 俄罗斯冲突供应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 把土耳其推进了恶性通胀的火坑 而阿尔多安主张的非常规的宏观政策 对物价上涨火上浇油 一方面高能源价格增加了进口负担 另外一方面欧洲经济疲弱冲击着土耳其出口 导致贸易逆差持续上升 由于阿尔多安的宏观政策 无法得到海外投资者的认可 土耳其发行美元债的难度越来越大 至于国内储蓄 百分之八十的通货膨胀和百分之十几的储蓄利率 摧毁了国内储蓄者的信心资金大量外流 部分经济甚至出现了美元化的倾向 土耳其经济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久之不遇的高财政赤字贸易赤字 央行滥发信用严重依赖外债 这些问题不做根治 就很难摆脱目前所见的宏观困境 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局势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撮合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 从土耳其传出来的这张照片 也刻意昭显出土耳其在中亚驻国中的地位 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下降 阿尔多安在他的特立独行的外交上 是有斩获的 但是在管理经济上就一塌糊涂 五万五千里拉在八年前 可以买到一架最新款的 大众高尔夫牌汽车 如今 却连一部iPhone14 Pro Max 也买不到了 青稿 大众高尔夫・富翰 眼睛大物 一念 相談 17010 220 220 120 220 220 220